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更新一下 这个AI换链工具 三合一的版本 那么这个工具呢 这一版的话没有什么太多变化 如果大家之前版本可以正常使用的话 那么这一版的话 你没有必要去更新 免得更新之后出问题 这个大小是28.1G 比上一个版本应该要大 因为多加了一个新的模型支持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找到它的启动文件 这个啊 手机启动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注意到这边呢 多了一个这个DF文的模型的一个选项 这个就是这一期新增的功能 其他没有任何变化 跟原来一样 那么我们先来恢复一下默认 呃我们之前画脸的话 是需要选择这个人脸图片 目标图片 这个目标图片呢我们还是照常选 选这个 那这样的话意思就是 假如我们这边选这个 人脸图片的话 比方我们选这个 那么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就是这个 把这个人脸图片 把它替换到这个目标图片上面 那么这一期呢 当然我们因为有了下面多了一个这个选项啊 DF文模型 那么我们先把它清空 我们选择这个新的模型 这个模型呢 它这边自带了一些 这个 Model 手机加这个里面 这边有点 然后他们两个也是啊 这个这个后缀 然后我们选这个吧 这是选的这个模型啊 那么这种模型的换脸效果呢 应该是目前为止最好的 当然说这种模型的训练呢 也是比较费劲的 所以我们一般普通人使用的话 没有必要去 飞去选这种模型 因为这种模型 现在很多都是收费的 假如说你真的有这种 这种 比较高端的需求的话 可以去付费去购买 或者说是自己去想办法去训练 然后别的没有什么 我们把这个勾上 点那个开始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等一下结果 它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快的 那么这一期呢 它除了这个多了一个模型之外啊 它就是修复了一些bug 对这个运行的效率呢 做了一些提升 显存的占用 比较小一些 其他都一样 那么这边呢 有一个这个设备性能 好 我再点一下 它有点卡 现在啊 大家需要注意调整一下啊 就是显卡 还是CPU 如果你是N卡的话就是显卡 还有就是这个开启FP16 如果你不是这种806模式的话 你注意把它取消掉 否则会出问题 好 跑完了 然后呢 这边有个输出目录 点一下 好 那么这个是换脸之后的结果 大家看这个就是效果 这也就是那个 它的模型里面 就是这个人的这个脸 训练出来的模型 所以就这个样子的 其他没有什么啊 其他我们就留给大家自己尝试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